大多數的人在捷運裡面都是在滑手機 不過有一個插畫家非常特別 他喜歡觀察捷運上的女孩 像是捷運關渡站 因為附近有台北藝術大學 他發現這裡上車的學生有很大膽的髮色 也很有個人風格 他覺得每個站的女生都各有特色 因此就把她們畫下來 完成了台北捷運女孩觀察日子 匆忙的捷運生活中人人都愛當低頭族 但有位插畫家 探用畫筆細細描繪台北捷運女孩 我現在在畫剛剛觀察到的女生 感覺要去做簡報的一個上班族 那我現在上色其實是可以讓我回去之後 比較記得她的 比如說她的髮色大概是什麼樣 插畫家的名字很有趣 叫做兩天 她認為一個星期中只有週末兩天 可以喘息休息 而她就用畫筆歸納她觀察到的捷運女孩 像是中校童畫站 妝感持久 越夜越美麗的女孩 或是雲山站準備前往美術館的文青女孩 還有在新店站搭車到北投工作 忙著化妝的上班族 我也猜想女生其實正在還沒化好妝之前 去請她拉丹尼模特兒那個樣子 她也不會願意 因為她也覺得她還沒有ready 可是我就是想要畫女生正在上妝的狀態 插畫家兩天的正職是北藝大助教 對於藝術大學的女生也有獨到的觀察 她比較不會跟潮流 她可能會回家看到媽媽衣櫃裡 很好看的衣服就拿來穿 所以就會像我覺得我比較 看起來是很古著的衣服 藝術大學的女生 尤其是可能是美術系將關的 她們的確常常需要買很多的材料 那很多材料她們也是尤其在關渡 因為大家那麼遠要來台北 有些大包小包的 其實本來是柔弱的小女子 到最後也都變壯漢 這些捷運女孩為兩天累積高知名度 目前粉絲團人數已經高達8萬人 因為插畫作品接近生活 捷運女孩引起網友的熱烈討論 我們如果在網路上 臉書上粉絲業PO出了這張照片 這張圖片 下面最多的留言是Tag名字 那我覺得Tag名字就很有意思 她就是覺得說 這個朋友可能覺得 A朋友可能覺得 她的B朋友很像這個人 她就會把她Tag上來 下次搭捷運不要當低頭族 抬起頭觀察生活精彩時刻 這張圖片 nous要看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